去年12月20號你發行了你的第三張原創專輯叫美式生活 你首次挑戰了全創作中文的專輯 中文的創作專輯 然後跟大家聊了有關於你的夢想 然後你到外地工作 然後你從部落然後到了城市去工作一些點點滴滴跟大家分享 然後你這張專輯發行了已經三個月的時間了 那現在請舒敏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張專輯美式生活 這是第一次嘗試全部用中文創作的 因為之前都是做母語創作用阿妹族 但是大家可能有些朋友知道我是來自杜蘭的阿妹族 但是所謂的美式生活其實講的就是阿妹族的生活 你知道原本我原本以為你是到美國去生活 沒有啦 然後我後來又看了一下歌詞本 就是我發現其實上一張專輯我有買就是 它裡面也是有假如你唱的國語歌 但是你還是有翻成日文 那有翻成英文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就很想要走國際化 走國際化是不是 其實也是對外國的聽眾因為常出國表演 我覺得是對國外的聽眾 就是一個幫助在聽歌這件事情上面 也把歌詞寫出來 讓他們更了解 更了解 因為上次去台東的時候就發現 其實蠻多外國人現在會去那邊玩的 突然還蠻多的很多 有一些來自澳洲紐西蘭 有一些來自日本的朋友都有 他們都很喜歡到台灣來衝浪 就是有一些衝浪課 也有一些是就是喜歡花東這種風景 或是原住民的文化的外國旅客 對啊也蠻多的 那據我所知就是 你是一個非常愛家鄉的人 所以呢就是 我覺得我還蠻有緣分 除了說我自己曾經在台東當一年的兵 哇 對對對 辛苦你了 不會 就是好山好水 就是你知道的 然後呢就是我認識了很多 就是 像是有原住民的長官啊 他們都是 真的就是很開朗的那種 所以我非常喜歡原住民 所以我今天肯定能夠跟你訪問 就是我就是覺得很開心的感覺 謝啦 然後我有去過 像他們帶我去太原幽谷 看猴子 然後也有到這個 猴子 對對看猴子 你知道他們不知道帶我去哪裡 然後還有像是台東的炎品 就是那個紅葉村 紅葉村 因為就是長官住在那邊 我覺得還蠻棒的感覺 然後都然的話 我是去月光小站 噢月光小站 對對對 但是今天其實 舒敏人來到音樂狂想曲呢 除了就是來這邊受訪之外 最後也要交給你一個任務 就是要擔任這個台東的觀光大使 我想的話 好恐怖喔 來這邊都沒有說 嚇到就對了 沒有啦 就是行李就是可能 分享一下就是可能 尤其是你的家鄉都蘭 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有什麼樣去的時候 必去的一些景點 或是好玩的 來跟大家分享 你想要推薦都蘭嗎 還是 當然是 都蘭囉 好那有什麼樣的景點 必去 因為像我一直可能知道 叫月光小站 那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其實蠻多的 如果你有搜尋到都蘭的話 當然我覺得啊 可以認識本地人是最好的 如果你還沒有辦法認識 其實都蘭 除了唐廠跟月光小站之外 其實都蘭很多手做的地方 像 樹皮阿公 巴拿阿公 樹皮阿拉巴拉公 樹皮 喔樹皮 對 叫樹皮的手工 手工藝 然後最近我們部落小禮型也在推 像 有一個媽媽 我們都叫姨娜 就是她有做 不貴 就是毛線球 不貴 這是毛線球叫不貴 不貴 還是不貴的毛線球 不貴是阿美族語 就是我們 放在傳統服飾上面的一個手工藝品 然後還有串珠 串珠 還有刺繡 我家就是部落的小教室 這個媽在哪裡 可以扣了嗎 在都蘭村370334-1號 那已經變成一個 部落的公共空間了 所以其實 我爸爸也願意 就是把我們家當作一個空空的空間來 給部落的人使用 尤其部落的國高中生都會到我家集合 那 但我覺得有這麼多年輕人聚集在一起 我覺得 趁這個時候可以認識當地人也不錯 因為人才是旅行中最重要的風景 全世界好上好水很多 但是不一樣的本地人 講了山的故事講了海的故事 都不一樣 你的心裡面的收穫就會不一樣 所以我才說 人是旅行中最美麗的風景 說到旅行呢 就是這張專輯當中就有一首新歌跟旅行有關 是哪一首歌呢 就叫小旅行 小旅行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小旅行喔 其實就是 其實 這是我在寫我在都市裡面生活的感覺 我覺得在都市裡面生活總是需要一些空間讓自己換氣 不管是在工作或在讀書的時候 可是如果沒有那麼多的時間或沒有那麼多的錢的話 我覺得有一趟小旅行好像也不錯 到底多小 這麼小 就跟小旅行一樣小 因為其實真的是說旅行是一種需要一種衝動 對然後其實我真的要非常感謝你 因為前陣子啊我聽完你這首歌之後 我就帶著我剛好台東的之前的學長 我帶他去小琉球去玩 所以這真的是因為這首歌 我覺得就是那種輕快的感覺 然後就讓我有點衝動 我就馬上休假了 然後就到了馬上到了 就是我覺得這首歌詞裡面就有一句話 就是寫說 一場小小的旅行 然後換一個心情 就像你剛剛講的就是 對啊 不管是在生活啊 或者是不管怎樣遇到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透過旅行可以 就是讓你放鬆 對 接下來我們來欣賞這一首歌曲叫做 小旅行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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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